台湾乡土诗人吴胜跟歌手儿子吴志宁联手创作新书 只有青春唱不停 书中回忆了父子相处还有他们对土地的情感 吴志宁说当年他实在太喜欢唱歌大学功课很烂 老爸还亲自跑去跟吴志宁住了一年督促他的功课 而新书发表会上吴胜说儿子的才华令他非常骄傲 吴志宁则说父亲是他最欣赏的诗人 而且他永远是自己的A面第一首歌 歌曲的一开始是最简单的吉他旋律 这是歌手吴志宁的母亲庄芳华教他的第一个吉他执法 诗人吴胜思念母亲的诗作野餐描写母亲坐在家乡田梗边休息的场景 他从没勇气念这首诗因为一念就想哭 所以他的儿子吴志宁就用唱的 吴胜和吴志宁是父与子诗与歌的组合 这天在新书发表会上 父子俩联手创作只有青春唱不停 吴志宁毫不掩藏对于父亲的骄傲 老实说我从头到尾 在做吴胜的诗歌这件事情 我都没有把他想成是我爸爸 我想的就是一个我喜欢的诗人 我喜欢他的诗 他的诗真的很屌 他诗真的非常屌 其实说实话我在台湾我其实很少看到这么棒的歌词 不容易 就是他的诗变成歌词之后 那个水准 我真的觉得是很难得看到的很棒 但好险他不会唱歌 全世界绝对不会嫉妒吴志宁 就是我 因为我是他爸爸 像今天这个场面 是我来过这里很多场 没有见过的 所以我也不会嫉妒他 吴志宁大学没念完 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 而父亲吴胜就曾经因为担心儿子 抛妻离乡去陪读了一年 直到吴志宁推出《全心全意的爱你》这首歌 一切有了转变 这首歌改变自无剩的诗歌 描写这块土地 这块岛屿 像母亲一样 无私的奉献 《全心全意的爱你》这首歌 《全心全意的爱你》 JEAN 酒愛愛的母親 不是你的不同 甜的口紅為你擁心的粒 餙大流 歡迎 Candice Be X 這是我很喜歡很喜歡的 我爸爸的一首詩之一 然後我那時候要挑這首詩的時候 我爸爸他 他沒有覺得這首歌 這首詩適合 因為他覺得他有點悲傷 它叫做婉哥 那我后来把它改名字叫做 我生长的小村庄 父子俩用诗 用音乐关爱土地 在互相激荡创作的过程中 无限发现两个人的角色 慢慢转换了 录的过程慢慢发现说 这个人在闷着 因为他在跟我小嬷的口气 好像是长辈 好像说 诶 美女 美女 我的领不定说 放心 放心 你叫美女 对不对 这是我以前在讲的 对吗 我也没那么文字 一个乐团主唱 一个乡土诗人 吴志宁和吴胜两代之间 将甜蜜的回忆 画成书中的文字